Hello,大家好,这里是苏生,我又回来了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如果你需要用Github的话 那Git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必须要装的一个软件 那么它在你平时的操作过程呢 估计是用不着 但是呢,当然它在 deploy或者upload一些代码的时候 它是非常有用的 那我们教你如何配置Windows的Git 好吧,那这也是会react环境部署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先搜索 我们先搜索Git 然后我们今天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了 OK,那我们点进去 那么我们就直接 这里有个小视频 那么小电脑 然后我们就看它是不是Windows 因为我们的现在系统是Windows 那我们就下载Download for Windows 那如果你是Ubuntu啊 什么别的什么东西 那你就下Mac Mac的话有点特殊 具体我也不知道 装个Linux吧 好吧 那Download for Windows OK,那我们就下载 OK 那在正常情况下 它会弹出来这个下载框 那还有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下载64bit Git for Windows Setup 如果电脑非常破 那有可能需要32的 那具体的话 那一般来说64 就免生毛病了 OK,那我们先进去 我们下载完成了 我们打开这个东西 点击确定 它会有可能会弹出那种对话框 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下部 Next 那装在哪里 我劝你呢,像这种东西 你如果不懂的话 相信它 装在它想要装的地方 不要动它了 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懂 也不要点它了 那就Next 这个很简单 你想在那个 什么菜单里面放完 无所谓 Next 不要动它 继继续Next 还是不要动它 我们Next 千万不要动 我们一直Next Next Next OK 这个也Next 不用管它 Next Default 对吧 GetCreativeManagerCore 别管它 它选这个就这个 就这个 然后Next 在Next Install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Install了 那么等它完成 等它完成 过程很快的 我的电脑是H74790K 这是一个老的电脑 是用来做演示的 那么OK 那我们装完了 他问你是不是要先要 开这Git Bash 要不要 那我就算算了 无所谓 Whatever Finish 那这样算装好了 那我们随便来验证一下 好吧 我们就GetBash OK 那我们随便来打一个Get OK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看有GetVersion Vis 还真有 OK 那就 没问题了 好吧 那就Get安装就到此为止 OK